台湾少年入全球最南京大学 或千万奖学金 四年奖学金千万 号称全球最南京的梦幻大学 纽约大学阿布达比分校 台中一中这个自由生许瑞博录取了 超强的啦 来自单亲家庭的他是家中独子 从小喜欢艺术看画展 念高二前从没想过出国念书 直到高三发现这个学校 重视学生的兴趣 人格特质且多元 加上千万元的优渥假学金 含学费时数一年两次返乡机票 社团活动零用前吸引他申请入学 然而去年一万多名学生 增370个名额 入学者来自85国说104种语言 而且成绩好还不一定进得去 为加强英文能力 他不断收听BBC及看CNN新闻 他学测考69级分 SAT考1999分 没想到他却是所有考生中英文最差的 第一个就是我要完成英文的这个字传 然后第二个像是有些可能考试的锦定 这所大学我是用学者层去申请的 但是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大学是 不看学者层级吧 一般来说申请到奖学金是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很多时候都被中国大学给抢走 所以那我觉得这所学校是说 所有入学的学生都可以赶你奖学金 加利也不算说就是很中低收入户 可是其实也是没办法支付说 可能说一年可能就是一两百万这种学费 月前他通过考试面试 假象最后一关四天三夜的候选人周末考验 他带着这本充满纪念搓张的笔记本 向学校说明了家乡的意义 成功掳获了教授们的心 这是虽然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 但是原本结果其实一切进行的还蛮顺利的 有新闻详细请见苹果日报网站 出国人转发了个事情 或顺利的设法 出国人 Electronic优优独播的人 小优优独播剧 surrounding 我想说现在嘴 Emily 也是这样的 没那么多